近日台中有多位民众反映 收到了水费欠缴即将要停水的简讯 要求前往这简讯连接的网址来缴费 否则就会断水 而自来水公司特别澄清了 这是诈骗简讯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受骗上当 如果说有发现不实讯息的话 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报案 明明都有暗示缴水费 怎么就拖欠账单了呢 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假网址挣扎财 8月份以来呢 我们光是市区处就发现有民众通报我们 有收到诈骗简讯的一个件数大概是156件 那比起上个月7月份呢 零星的案件那是多出甚多 那所以我们才特别发了新闻 要请我们的用户特别注意 诈骗集团越来越猖獗 日前就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的简讯 因没有缴水费将在24小时内断水的简讯 引起民众的恐慌 赶紧向自来水公司反映 而水公司则表示若有缴费疑虑 可以跟免付费客服专线咨询 遇到诈骗简讯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不明的简讯不要点击 如果不小心点进不明网址 任何要求输入信用卡账户资讯 及个人重要资料页面千万不要填书 第二个千万不要借由简讯的网址 去点选连结官网 应该要拨打各部门的服务专线 因为我们台水公司呢 有推出了简讯账单的一个申请的服务 大家透过这个简讯账单的申请 除了可以享受水费的减免优惠之外 这个民众只要他有欠费的情形 我们的简讯账单就会发通知 水公司强调缴费异常 不会请民众用网址补缴 而警方也呼吁民众不要点选来路不明的网址 造成各资外泄或是金钱损失等诈骗陷阱 鸡丸